7月20日下午,韩国SBS综艺节目在播出丛林的法则印《缅甸之前》 对In Lost Eastland片中,因捕捉和使用酷式车渠仪式引发争议的部分进行了道歉 表示SBS经过公司内部调查,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重惩戒 中断了泰国片的全部回放 今后将通过彻底的调查,尽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据悉,近期丛林的法则播出的节目中 女艺人李烈英潜水捕捉酷式车渠,并与其他人分食引发网友争议 该动物被泰国政府列为宾威保护动物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